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在这里再次向大家来拜年 祝大家新年蒙恩 身体健康 土飞蒙进 为主图谋大事 我今天早上在崇拜讲道的时候 我说我们也要祝福大家 Heng Ong Wat Heng 教会福兴 Ong 家庭信旺 Hat 或者Fat 祝福大家为主大发热心 愿神赐福帮助带领我们 我们今天阅读《离西米记》第十章 在昨天我们看见 离西米跟百姓 他们一起的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 然后也与上帝来立约 第九章的最后一节 说到他们与上帝立下 这一个确实的约 第九章的三十八节 换句话说 这个约不是笼统的 这个约不是非常general 而是specific 很确实的 能够看得到的 能够衡量的 那我想这样子的经文的表达 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立约也好 我们许愿也好 常常都过于笼统 要更多的爱主 我们要更多的爱人 过于笼统 然后我们会看从第十章 我们就看到 他们跟上帝立下那确实的约 是怎样的一回事 我们可以在第十章 第28节开始 一直到第39节 这里就记载了几样的事情 那我就为大家来做一些的分析 跟我们彼此的鼓励 第一是什么 他们立约要遵行主的道路 29跟30节 这样子说 这些弟兄姐妹就发奏启示 而且是用这样子的一种 很强烈的表达 要遵行上帝 借着他仆人摩西 所赐的律法 谨守遵行耶和华 我们主的一切诫命 点章律列 29节 他们要遵行神的话语 这是立约的内容 我们再次看到 神的话语 在以色列人的这一次灵性奋心大会当中 是站在非常明确 而且非常关键的位置 以色拉宣读圣经 然后在禁食祷告的日子 用一半的时间 他们聚会 1 4分之1的时间 用来读圣经 另外1 4分之1用来祷告 如果他们那一天 12个小时用来聚会 12个小时里面 一半的时间是阅读神的话语 而且立约的时候 再次的表达 他们要遵行神自己的话语 这是第一样 第二个 他们明显的 确实的约是什么呢? 把自己分别为圣 如何分别为圣呢? 第三十节讲 不把我们的儿女 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 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在以色列纪 我们就读到当地人就是面对这种的问题 我们已经在那段的经文讲过 这不是讲说不能通婚的事情 这是指这些的民族 当地的民族 本来就是进加南的时候 上帝要审判的民族 这些的民族会把以色列人带领脱离他们的信仰 听众姐妹 我想今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应用在我们生命里头 并不是说不能够通婚 而是我们怎么样要为着我们的下一代 为着我们信仰的传承来更多的努力 把这一件事情放在与上帝的立约当中 如果下一代 如果我们的嫁娶是让我们失去信仰 是让我们离开上帝 那是不值得的 我们宁可要上帝 而把嫁娶的事情放得更轻一点点 不要误会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积极的去寻找生命的伴侣 但是若上帝跟伴侣来做一个的选择的时候 不是常常都要这样子选择 但是如果到某个地步好像只能够做选择 那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所以我们还是彼此鼓励 我们祷告 盼望我们能够找到在主里面的弟兄或者姐妹 共同结为夫妇 同心来去遵行神的道 建立敬虔的下一代 这是更为值得我们去努力 在我们跟上帝立约的时候 可以放在放成是一个明确的约 第三 我们看到他们在提说什么 守安息热的情况 三十一节 如果这地在安息热或圣热 卖食物等等的不买 然后第七年不耕种 凡欠债的也不追讨 安息热跟安息年的遵守 在过去的历史回归之前 好像很多时候甚至在猎王的时期 圣经也少记载 安息热 逾越节 这样子的一些的节期 这一次这些的百姓向神里约 我们要守住这一个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来的 守约 守住安息热 侍奉神 敬拜神 那是对上帝话语的一种尊重跟敬畏 第四 我们看到他们还为自己定下条例 什么呢 他们要立志规划他们的奉献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在第三十二节提到说 为自己定条例 每年个人要捐献三分之一的赫斯勒 作为上帝殿的用途 还有其他的献祭 祭司他们的十分之一 也要取十分之一 来去 他们所收到的 也要取十分之一 来去献在上帝的殿 换句话说 奉献没有一个人是不必奉献的 立位人他们领受十分之一 也从十分之一当中 采取十分之一 还是要献在上帝的殿 其他人有规划 当然今天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 我们都不强制 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奉献这个 或者奉献哪一个 但是 我想我们要很清楚在神的面前看到 奉献是你跟我在上帝的面前应当 回应神的一种的方式 借着金钱的奉献 我自己讲的是金钱的奉献 其实我们回应神的爱和恩典 而圣经当中 谈的最明确的一种的指引 我不说那个是律法 但我说是一个指引 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 弟兄姐妹 如果这个的奉献我们守住 我想这是表达 我们先不要讲马拉基书 那个上帝从天上开窗户降福给我们 如果我们带着物交换 我奉献十分之一 上帝降福30%给我 那就很好 如果这样的 这不是上帝的心 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先不讲 那一个上帝会赐福 上帝肯定会的 不要担心这一个 但是先不讲这一个 先讲奉献 我们甘心热意的线上 这其实是我们对神的回应 恩典的回应 也是一种信心的举动 上帝必然喜悦 上帝也会回应 纵然上帝不回应 你跟我仍然要借着奉献 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恩 我想以色列人在这里 明确的约 确实的约的四方面 都很值得我们的思考 遵从神的话语 分别为圣 守安息热 然后奉献的这个规划 新的一年 但愿这四样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些的指引 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当上帝的祝福满满 我们怎么样 又规划的 确实的来去回应神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也谢谢祢的恩典跟慈爱 在过去一年的带领 主要帮助我们 继续在新的一年 每一天的日子 我们依靠祢 为主而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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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